欢迎来到TensorFlow的系列教学频道 这是此系列的第二集 将带领大家使用Model助理训练好的模型 来做Object Detection 首先来到Github上下载Model 连接我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根据你的需求 选择速度与精确度适合的Model 这里我们选择Ephacent D0512x512 注意在这里点击并没有办法直接下载 需要按滑鼠右键 选择复制连接网址 再开启新的视窗 贴上连接网址 按按开始下载 另一个要下载的Model 设计是SD MobileNight V2320x320 同样按滑鼠右键 选择复制连接网址 再开启新的视窗 再开启新的视窗 贴上连接网址 按按按开始下载 接着解压缩这两个Model 它有两个Model 按滑鼠右键 选择你的解压缩软 它有二层压缩 再次按滑鼠右键 选择你的解压缩软 然后复制Model到你要工作的地方 再按滑鼠右键 选择你的解压缩软 同样解决说另一个model 复制model到你要工作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每个model里 都有三个资料 分别是训练资料checkpoint 模组当savedmodel 与设定当pipeline 另外要准备的资料 是label map be test images 位于model's master research r object按照squared section 里的data与test images 其中data是label map 类别标签资料集 我们会用到的是 master code label map text test images是代会要拿来测试的图片 把它们都圈选后复制到你要工作的地方 接着我们要开始进行物件侦测 打开anaconda prompt 然后activity f2的虚拟环境 进入你工作的地方 先建立outputs资料夹 执行detect from image b 程式 这个命令与下载连接我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其中引述bm是指定model的位置 l是指定label map的位置 i是指定test images的位置 执行成功后 我们到outputs资料夹 可以看到产生三张图片档 我们分别点开来看看 可以看到侦测到每个物件的 类别名称与相似度 第二张图片也是同样 第三张图片 另一个层是tivp2p 是我参照他人修改的 同样执行 可以看到由opencv产生的两个图片视窗 个别显示侦测到每个物件的 类别应带X类别名称与相似度 接着我们看第二张图片 可以看到右边视窗显示侦测到的物件比较少 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城市里指定 描绘出来的最多物件数 当然也可以指定相似度达到多少才显示出来 接着我们看第三张图片 同样显示侦测到人的手 同样显示侦测到人的手 读取label map 函式 适用于转换类别 应带X与类别名称 漏模型 读取之前下载的model read图片则是读取预测试的图片 接着使用模型推理 去进行物件侦测 最后汇出结果 下面是第二种方式来汇出结果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边 下节课将正式进入主题 自定义宣传物件侦测 最后也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后续将会有更精彩的教学影片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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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